大家好 歡迎收看價錢投資 上禮拜三禮拜四 台股由於受到美國總統大選 政治風向球的影響 而跌掉200多點 來到禮拜五 市場上悲觀的氣氛又來了 我告訴你 大盤出現實質止跌訊號 我說這禮拜台股我看漲 今天台股呢 有沒有大漲了121點 所以台股的一個結構 我一直跟你強調 籌碼非常的穩定 它就是在高姿態整理 不管它怎麼整理下來 它最後的結果就是會往上走高 這是台股今年度的一個籌碼的優勢 再看一遍 整個融資育額呢 到上個禮拜剩1277 是今年度的一個最低的水位 今年度的台股從7600 漲到9400 漲了1700多點的一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籌碼越來越穩 融資與有創下經驗度的新低水位嘛 所以把握住一個原則啊 強勢整理盤 急跌要找買點 所以整個一個台股上個禮拜五 我講得很清楚嘛 這要實質止跌訊號 既然止跌了 這禮拜我看漲 今天馬上大漲了121點啊 我希望每次台股 出現很恐慌性的一個心理層面出來的同時 你要選對邊 你要跟對人 而不是在每次最悲觀的同時 你去賣股票 或是想放空股票 你會被嘎啊 從今年度的年初 到現在9400點 台股漲了1700多點 難道是漲假的嗎 你不可以忽視 大盤多頭的方向啊 同樣你繼續看一下 這要7600嘛 這要9400嘛 漲1700多點 難道是漲假的嗎 為什麼量人不出的情況下 台股還能持續的墊高走高 就因為籌碼面橫穩啊 親愛同庙 融資餘額 有人說是反指標啊 當市場上 不看好台股的後市 拼命的賣股票 拼命的融資 在砍低的同時 那就是你最好進場的時期點 所以每次 你自己看一下 每次台股殺下來 包括這邊8885嘛 5天跌掉300多點 這是一個記錄點 上次回檔5天 對 我都止跌了 這又是一個買點 來到9400 上禮拜止跌喧鬧出來了 那又是一個很漂亮的 記錄時期點 希望我們這邊給你 台股的方向 以及個股的策略 有幫助到你 對第一年度的第四季 作賬行情的一個掌握 這檔雙紅 我們在10月19號 很明白告訴你 業績沒有改變了 美元營收 根據人比較成長兩位數字 那第一檔三天轉折向上 那是一個介入點 我買94.6 沒有錯吧 94.6買完之後 20號我告訴你 經過賈利空洗禮的一個雙紅 它的股價容易漲不容易跌 什麼賈利空 當時候的一個 韓國三宋的一個NO7爆炸影響之後 很多人告訴你 對於雙紅的業績層面影響非常的深 但現在你看到的一個結果是怎麼樣 整個一個NO7營收面 佔雙紅的整體營收 全入營收不到3% 也就是說雙紅它不是 三宋的單一客戶 三宋的所有的一個 所謂的散熱器 也不是全部給雙紅做 這是你要瞭解一檔個股 它基本面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主軸 而不是人云亦云 所以當時候的一個雙紅 面對8月份NO7爆炸影響之後 我給你看過數字 結果他9月份零收有衰退嗎 9月零收跟去年比較 依然是兩位數字的成長 都沒有改變 所以我告訴過你 雙紅經過假利空的洗禮之後 準備迎接大行情 11月25號 告訴你雙紅準備迎接大行情 講完之後隔天26號 有沒有拉出紅K棒 親愛同庙 什麼是講在前面 讓你印證在後面 當他大漲創破斷之後 回黨呢 28號黑K棒 我給你結論很明確 我說他會開始整理 整理完之後他會走高 所以在整理的過程當中 我說下來 找買點 你每天鎖定我節目的 應該很清楚 我是如何分析一檔股票的後事 大盤個股的分析要客觀 要準確 而不是因為我買了 某某哪一檔股票之後 我就每天告訴你 這檔股票明天要大漲 要漲停板 畫大餅 呼口號對你的操作沒有任何的幫助 大盤跟個股都是一樣 所以當時候台股來到9400點附近 我說來到9400的 我說他還是個高姿態整理盤 因為台股的量人還是六七八億 他不可能扶搖直上共萬點 我也這樣跟你說過嗎 所以當他下來整理 上禮拜三禮拜四 美國總統大選的影響 讓台股多跌了兩百多點 禮拜五 本波大戰最低也出現了 然後9048 我有沒有告訴你 十字只跌訊號 這禮拜台股我看漲 上禮拜五 美國總統大選還沒有公布 結果是禮拜三才會出來 我在上禮拜五已經告訴你 本週台股我看漲 我們跟你講在前面 今天有沒有讓你印證 所以一檔個股的走勢也是一樣 他會先下來整理 整理完才會再走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來到上禮拜四 當他回檔修正了五天 禮拜四來到93塊半 93塊半 我說有機會走高當然可以買 因為我之前 10月19號的一個買點是在94.6 這個位置買在94.6 禮拜四來到93塊半 有機會走高當然可以再度的介入 這是想當然而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 所以整個雙紅有機會走高之後 禮拜五小漲來到96.8 我說這禮拜五我看漲 這禮拜雙紅我在上禮拜五怎麼解讀 要嘛直接上 要嘛第二種情況先下再上 結論呢這禮拜我看漲 就在很多朋友 對美國總統大選 產生的一個不確定因素 對台股有恐慌性的心理同時 我對大盤的看法是會上漲的 我對於雙紅的看法這禮拜會看上 我喜歡在大盤大跌告訴你買股票 反市場的一個操作 永遠逢低沉階 再降低會能持股風險跟 所謂的一個成本嘛 這面對台股 量人不是很大情況之下 你要做出來一個行動力 高姿態整理 台股啊不管他之前怎麼整理下來的 哪次的低點我都告訴你 不要過度的受到市場上恐慌性的一個心理 而把持股賣在最低 或是反手空在最低 我都跟你交代喔 我不是跟你石頭棒泡 所以整個雙紅也是一樣啊 上禮拜五 我說這禮拜看漲啊 你還在怕 到底川普當選還是希拉蕊當選嗎 你在搖擺不定到底 哪一個位總統當選之後 對台股的影響性 到底會產生什麼樣一個負面的情況嗎 這些不確定的因素 其實在上禮拜四 他已經反應完畢了 因為已經跌掉兩百多點了 他已經先行反應了 有沒有既然先行反應 你就不用過度的悲觀 所以今天一個雙紅 有沒有如同我上禮拜我給你一個結論 這禮拜他真的漲了 今天盤中大漲4.3% 這就是同沒有你要的一個資訊 有價值資訊 永遠是領先市場性 而不是一檔股票漲多了 才知道他的好 或是大盤上來了才知道低點要買 事後論述 事後放炮對你來講都沒有任何幫助 盤中怎麼定輸贏 怎麼決定那個買賣點 那才是一門專業的一個小問 所以隊長維新 今天股價漲到86塊錢 我上次的一個買點 這根K棒 大概買在84.3% 上個禮拜五 台股來到本波段的低點 維新我告訴會員 84塊3 84塊2還是可以買 成本差不多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動作 非常的確實 比如說會員有先來後到 你不用擔心 不管你將來什麼時間 能參加我的行列 同一檔個股 我盡量讓新舊會員的一個成本 都買在差不多的位置 這樣對所有的會員 才等於一視同仁 平平一樣 是我的會員 我當然一樣照顧 所以整個維新的一個操作 在10月25號 我說9月營收今年度的新高 而且每月營收跟去年 比較有成長兩位的數字 我介紹的股票 品質的保證 不是基歐股 我不會帶會員買 這是我不便的承諾 所以10月25號 維新型態突破 現買現賺 買在84.3 買完之後收盤87 現買現賺 後來維新股價 最高漲到90.9 漲了這一波段 上禮拜受到台股的影響 大盤兩天跌到200多點 它下來了 維新的基本面有改變嗎 目前來看當然沒有改變 因為它是做VR零組件的 現在很多家VR的硬體供應商 它裡面的這一款零組件 都是維新供應的 這是今年度維新的明星級產品 所以不管它的基本面 還是它的型態 趨勢不變 依然是多方 依然是成長的態勢 所以我在上個禮拜五 台股最悲觀的同時 告訴我們的會員 維新 空手者84塊半 附近買進9點半 9點半的維新84.2 你自己對時對價 所以上個禮拜五 大盤本波段最低點 買進強勢性的極油股 成本在84.2 今天是86 跟我上次買的一個位置 差不多 10月25號買在84.3 上個禮拜五 我只是運用台股 來到本波段的低點 我既然看出 實至止跌訊號 這禮拜要漲 那你幫我買股票 我問你 所以維新 上個禮拜五 是運用台股來到本波段的低點 出現止跌訊號 再度的卡位 再度的上車 84.2買 今年維新 幾塊錢 今天維新86塊錢 所以行情的脈絡 就在上禮拜三四五 市場上又確定所謂的干擾因素 又因為美國總統大選 那個不確定的一個不安定的因素 讓你對於此股開始衝動的同時 我又站在多方 希望我們對於今年度的年底 第一世紀的大作戰行情 可以幫助到同名的一個操作 像一樣 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跨肌力 肌耐力 心肺耐力等多項檢測 還有銀法族專屬檢測項目喔 這裡的教練親切又專業 那我也要定期來檢測 運動99 健康99 教育部體育署關心您 巴菲特 巴菲特 運達頭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精選持股 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最誠信的分析師 騎人蔡老師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 評論27810909 27810909 現在加入蔡老師行列 即可獲得20年操盤經驗的精心著作 價值型投資操盤心法 彩色精裝版 簡單易懂又實用 賞自己成為操盤手的最佳利器 一出在手 受用無窮 力量不達入匯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巴菲特 巴菲特 運達頭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精選持股 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最誠信的分析師 新人蔡老師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 評論27810909 27810909 歡迎來到節目內現場 今年度的年度技術班 預計在十二月份開課 臺北高雄各一場 上一天的課程 當然除了要把一些 你應該懂的技術分析 交給你之外 二十年經驗的一個超版新法 我也會一併的傳授給你 很多我看盤的技巧 我個人的獨門絕招 將在今年度的一個技術班 公開無私的 傳授給當天來上課的一個學員 親愛同朋友 如果上技術班 我都跟你講我電視上已經講過的一個東西 沒有任何價值 要說就說來行貨 要說就說你想要知道 而且對你個股的操作 尤其那個賣點掌握 會產生輸贏的那個關鍵性的一個超版新法 那才是有價值 那等於是無價之保 親愛同朋友 我們再來舉例一檔股票 你就知道 一些看盤的技巧 電視上不會講的 但是技術班 我一定會講給你聽 那才有用 你看去年度的一個利封 12月9號357賣 為什麼要賣 整個利封因為轉弱了 所以357要賣 12月9號 去年度的一個時間跟價位 那一根K棒殺下來 似乎形態有點走落 但是如果你在看出一條均線 當時候它是被跌破的 你又知道我為什麼 357的利封非賣不可 導播稍微近一點 12月9號去年度的一個利封 一根長黑 你們看到 它跌破這條均線 均線被跌破了 我就賣 賣完之後股價 就被這條均線壓著實實的 然後它的基本面 剛好又呈現一個衰退的現象 親愛的朋友 我介紹股票 我要買進的股票 基本面要成長 從今年度的一個四月份 利封的業績 已經開始呈現 兩位數字的衰退了 我當時有沒有告訴過你 它基本面已經走落了 所以利封不要去搶反彈 我提醒你幾遍了 從357 12月9號這個長黑 灌破這條均線 我提醒你 反彈反彈上來都要賣 尤其有打電話進來問我 利封這檔個股頭廟 我是不是告訴你們要賣 我從來沒有告訴你們去攤平 因為我電視當中 從去年度的12月9號到現在 已經快經過一年了 你什麼時候看到我說 利封可以撤毀的 沒有吧 忠實的觀眾幫我做見證吧 所以利封不要去搶反彈 因為基本面已經衰退了 基本面衰退股價要反映 它是不是開始反映了 開始反映了又被這條均線壓著死死的 那均線一直都沒有成功的站上去 那你就不要做成績 股價跌到上禮拜剩133 跌到今天剩122 親愛的朋友 操作股票 要如何避開大跌斷的風險 你才有辦法持贏保態 不是每次做股票 貪都貪四條的 貪都貪大條的 你贏我沒辦法負責了 真的是這樣 所以我操作個股 看的是一個趨勢 看的是一個波段 這個操盤刑法 個人的一個獨門絕招 將在今年度的技術班 一樣會傳授給你 這個 所謂的個人的看盤技巧 獨門絕招 電視上沒有講過的 因為電視上也不方便講 但是如果你有心要學的 對你未來 賣一檔個股的賣還是賣 那種操盤刑法一定有幫助 自己把握 現場作業有限 自己先預約報名 所以你看到357賣 夠不夠水準 10月9日再357賣 賣 對如果你學到應用什麼樣的均線 應用什麼樣的手法 出現什麼現象 做賣出的動作 對你來講是大風險的避開 從357到今天低點122 200多塊錢 200多塊錢 你只要學會了受用無窮 你看看這檔疫情也是一樣 今年度的2月份 來到206 我賣在204 204賣完之後 你看股價曾經跌到111 股價跌掉100塊錢 等於打對折嗎 這一段我都告訴你不用接 對不對 沒有錯吧 等到它7月份 形態轉強支撐墊高了 股價在143附近 做接回動作 沒有錯吧 這是我們2月份賣出的位置 在204 這是我們接回的位置 在7月份 143附近嗎 什麼時候賣 8月份 來到175 挺力賣出 現在有沒有 8月11號的 立請在175 而且當天我賣完之後 有沒有 隔天 還記得嗎 中錯跌停板 而且之前有一位 參加其他投顧老師的 我在賣 他們老師在追 結果隔天跌停板 嚇得要死 所以我只是告訴過你 我們的概念 每次上漲這一段 要會賺 下跌這一段 要完全避開 你可以做到這樣的程度 你就一級棒了 不要在乎那銀頭小利 短線的一個衝來衝去 那個沒什麼好講的 重點是一檔股票 然後 利勤 204賣掉之後 大段的風險完全避開 每次的利潤都有賺到 8月份賣在175 上禮拜 跌到103 什麼時候我告訴你這邊 利勤可以接回 沒有吧 沒有錯吧 這是一檔股票的一個架構 對175的一個賣點 幾乎賣在本坡蛋一個相對高點 是不是 這是我們的動作 所以呢 青年度的年度技術班 將在12月份開課 該給你的技術分析 第一 我會講給你聽 我也會把一天的一個時間交到你會 另外重點是 個人的20年經驗的超版新法 跟獨門絕招 也會當天的課程 一併的傳授給你 那是無價的啊 你外面學不到的 因為這是我的經驗啊 而且是成功的經驗 那所以整個台股的一個架構 也是一樣啊 你如何在上禮拜五 看出十字子跌勳鬧 這禮拜台股要大漲 你有這樣先知先覺的一個看法 那上禮拜是禮拜五 你就知道要買股票嘛 而不是去把股票賣在最低點 或是想空股票 空在本坡段的最低點 這樣你真的是做不到兵 這兩兵川 我們看的是一個趨勢跟坡段 9月8號 我說主身段的延伸坡啦 22塊錢木性可以買 很多人第一段沒有賺到 漲了一波 怎麼可以買 因為你沒有看到未來 如果你有看到冰川 未來基本命理成長力道 你就敢跟我買啊 是不是 所以整個冰川 當時我買進了一個 八月營收新高 年成本高到17% 那9月份的營收 你知道它會成長嗎 第四季它的業績層面 會繼續成長你知道嗎 如果你知道 你就知道我為什麼跟你論定 它是主身段的延伸坡 9月8號有買 工漲停之後 告訴會員 明天就會過高 9月9號來到22.7% 創新高嘛 既然過高表態之後 有回檔呢 9月10號黑街棒 22塊錢附近大膽再買嘛 這是我的看法嘛 所以 8月營收走高的冰川 股價已經反映前半年 這一波段啊 那下半年呢 下半年業績有沒有繼續成長 9月營收新高嘛 繼續走高啊 年成本高到23%嘛 所以我在10月26號 禮拜三告訴會員 22.4還是可以卡位 高姿態強勢整理了一檔 極優性的個股 對 都買在22.4附近啦 尤其 26號 這 那個禮拜三啊 如果沒有買 禮拜五就攻漲停耶 兩天的時間 馬上亮燈耶 所以26號如果冰川 22.4沒有買 28號一開盤亮燈你怎麼買 你敢買嗎 買了下手嗎 是不是 所以一檔股票在還沒有 漲停板以前 要懂得先卡位嘛 這才是真正的贏家 對 26號 22.4買 買完之後 28號亮燈嘛 上禮拜 再亮燈啊 這樣不是二十幾%嗎 那禮拜出現 一萬兩千多張的新天亮嘛 一亮先架型概念 當然還有高點 所以當它來到 禮拜三的高點 28.4的同時 我27.8先賣一趟 很簡單啊 一個禮拜 漲了三十幾% 乖離過大嘛 所以我在 上禮拜三 它創新高的同時 漲無超過三成 27.8先賣一趟 先賣一趟啊 這樣超過三成耶 是不是 當天賣完 Bingo 是對的 當天賣完 我跟你分析 隨時會結尾 為什麼 當天出現兩萬張的新天亮嘛 那代表呢 當天的28.4的高點 有機會再過嗎 所以呢 隨時會接回的冰川 當我上禮拜三賣掉之後 尾盤殺下來 禮拜五 又跌下來 我說你要很高興 一檔股票 如果看漲 跌下來 是不是應該站在買方 這是你要做出來一個行動力嗎 由於上禮拜五的盤勢 我們告訴你十字子也 這禮拜五看漲 既然會漲 冰川上禮拜五跌下來 你就要很高興 今天冰川呢 盤中大漲5.1%嘛 你是不是更高興了 所以行情的一個架構 不會太難 台股就在籌碼 非常穩定的現況 他不管之前怎麼整理 往下做修正 未來結果總是會再走高 這今年度台股成這樣不大的情況下 你要掌握的籌碼的優勢 所以年底的第一世紀大作戰行情 當然依然存在 你想要跟我們布局 目前強勢基歐股 讓法人來幫你抬轎 來幫你作戰 歡迎你直接加入我們行列 那如果你想參加今年 金剛老師所舉辦的年度技術班 也歡迎你跟我們現場助理 預約報名 本部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